老師我聽過很多人告訴我 很多書告訴我說 只要我用心的愛孩子 用心的陪伴孩子 我的孩子就會變好 然後或者是有些爸爸媽很直接 會聽到有人告訴他說 啊你小朋友會這樣 就是你對他的愛還不夠 其實我聽到這個話 我心裡是真的覺得蠻心疼的 因為我相信所有 所有跟我說過這些話的爸爸媽媽 我相信他們在陪伴孩子跟愛孩子上 我相信他們真的已經都做到很多 但是他們還是一直覺得 我是不是不做不夠好 我陪伴不夠多 我愛的不夠好 所以我應該從這兩個方法改進 可是他們也覺得很苦惱 他們不知道這兩個方法 還可以怎麼改進 什麼叫做陪伴很多 什麼叫愛的不夠多 那其實關於這個說法 我要很坦白的告訴所有爸爸媽媽說 其實這個說法 他的由來是因為那些告訴你 這些話的人 他其實不知道怎麼樣可以最有效的幫忙 所謂的愛不夠跟陪伴不夠 他都是一個很上位式的很抽象的說法 可是其實真正的問題要怎麼解決 絕對不會是這種兩個抽象的程式去解決的 所以真正的點在哪裡呢 我還是拉回我一直跟爸爸媽媽說的 很常見的幾個關鍵點 第一 我們判斷錯孩子的天賦 他是魚 可是我以為他有翅膀 所以我用教鳥的方式教他 我給他的養分並不是他天分需要 所以你就會發現 孩子出現跟你出現很大的摩擦 很大的衝突 或是在生活有很大的失禮 在第二 你不小心以為你以前 所抓住的某個重要的價值觀或因素 他是完全無法改變 譬如說很多爸爸媽媽覺得 小朋友桌子一定就是要非常非常整齊 可是大家應該也都有在網路上看到很多說法 桌子很亂的人創造力比較高 這個說法其實不是亂說 他是其來有之人 而且我還可以告訴所有的爸爸媽媽 兒童認知發展支付皮亞傑 聽說他的辦公室打開門之後 從開門的地方到他的桌子跟椅子 地板是沒有空位的 全部通都堆滿東西 你就可以知道他有多亂七八糟 但是呢 他的助理幫他收完他會生氣 因為你動了我的東西 你害我不知道我的東西在哪裡 他的整個辦公室打開之後 是沒有地面的沒有桌面的 就是你必須要跳上你的椅子 然後才可以工作 可是為什麼他可以成為兒童發展支付 他的認知發展研究 現在還是全世界的關鍵的指標 所以 某一些價值觀 我們以為他是必須一定要緊緊抓住的 其實並沒有那麼一定 每一個價值觀其實是跟每一個不同的天賦 有時候是有關係 所以呢 很適合規律 很有紀律的孩子 他的可能天生他就是比較高規律性 那很難把紀律跟計劃培養的孩子 他是有他其他的優勢跟天賦 對 可是如果我們沒有搞清楚這個狀況 我們覺得這些能力必須一視同仁的框架在每一個孩子身上 那其實是跟我們很討厭的填鴉式教育 其實是沒什麼兩樣 那再來第三個可能就是 爸爸媽媽因為自己過去或是現在的某一些因素 所以他某一些關鍵的教養行為 他沒有辦法執行出來 因為這個沒有辦法執行出某一些關鍵教養行為 所以導致小朋友怎麼樣 小朋友最會的就是讀懂自己的父母 對 這就是幼瘦的天生的本能 他立刻就讀懂你 你只要到某一個程度 以某一些原則就會放棄 他只要對你說什麼話 你就會妥協 如果有一個這麼清楚的把柄 我不知道可是孩子很清楚 那我跟孩子的相處 或是我期待孩子可以成為一個很棒的自己 可以很棒的對待周邊的人事務 是不是就很難達成 那關於這三個主要的很常見的關鍵陷阱區 其實跳仰都會透過你的填鴉之後 跳仰都完整幫你找出來這是什麼 而且告訴你這個問題是出在哪裡 他後面學理是什麼 那你要怎麼去面對 怎麼去解決 怎麼去應用 對 所以這是為什麼我們研發跳仰 也是為什麼我在這裡 很認真的給你推薦跳仰 因為它可以幫助你解決 過去幾百年來 父母很難解決的問題 但現在我們可以透過一套系統 很精確的找出關鍵點是什麼 並且更有效能更有能力的化解 然後讓孩子可以成為一個更自信更自在的自己 然後讓你也成為一個更輕鬆更自在 更優雅更有效能更有能力更有智慧的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